在圣经里看到耶稣基督说给他的门徒听 在那里他们试过孟亲的时候 他说我是天下来的 现在我要回到天堂了 那要做什么呢?很重要 洗脱气的衣服 脱气的衣服是跪下洗起门徒们的脚 洗了他们的脚是说什么呢? 这是我的法律给你们 你们要爱 又要爱情 服务其他的人 最重要的法律是要爱情 又要服务其他的人民在世界上 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 那个教宗呢? 他知道 他的工作是要服务 哪个呢? 那些最穷的 他变成一个 好像一个仆人 你洗脚 你脱了你的衣服 是说什么呢? 我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地位 我又不为名字 我又不为钱 是一个人 好像用来 我知道你是谁 是因为你穿的衣服 我一看你穿的衣服 那衣服 你又有地位 有名字 你是做什么工作 最后的晚餐 是告诉大家 你知道吗? 我在天下来 现在我要回到天堂 我是你的墨西 你的舊子 正是 我不要这样的东西 世界上的东西 我是最穷的 我衣服 名字 钱都没有 我是一个仆人 一个工人 教我服侍你 我洗你的脚 那你又应该这样做 对你的兄弟姊妹 对全世界的人 要这样 应该这样做 那我们看到他们的 新的教宗 方仔 看到他做这样 真真 跟什么? 跟戏的牧羊 耶稣基督 戏的生活 现在是给我们看 这个新的时代 我做 救宗 我要做这样 好似耶稣基督 命令 我们去做